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欧盟目前冻结72名相关人士资产与签证的第二阶段制裁外 也准备好实施以经济与武器禁运为目标的第三阶段制裁 欧盟支委会也将公布涵干资本市场 国防 耐酒财 敏感系科技与能源等产业的制裁提案 巴西市主热退 巴西计划部22号公布报告 把今年国内市场盲额成长率从先前预估的2.5% 调降至1.8% 去年通膨率预测从5.6%上修到6.2% 文软日前宣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行动 预计裁撤1.8万人 主要是年初收购的若基亚手机部门 基地周二盘后股价涨于1% 去创14年新高45.35美元 宅经济发酵 台湾经济部统计处公布6月商业活动统计 广购营业额单约160走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了12.6% 增幅创一年来新高 超市 样发店业绩增幅都不超过5% 边地商店即使有势足赛 销鼠鲜石即饮料热销 人不敌无店面零售业表现 新好海电视终于报道哦